硫酸亚铁用多了是什么样子 这一片绣球是我去年的时候递栽的一片绣球 一直是涨势特别良好 但是在北方地区它生长的过快了 就会出现这种叶脉发绿叶片发黄的缺铁型黄铁 要每个月交硫酸亚铁 但是家里的老雷让它不太懂 而且也掌握不好这个量 所以说给我这个硫酸亚铁用的量太多了 给我对了两个的量 看一下这是多少的量 一壶水对了两瓶盖 哇这个量一比二百差不多了 硫酸亚铁所到之处叶片干枯叶丝发黑都烧成黑色了 硫酸亚铁其实只是微量的元素 在土壤中所含量不多 每个月交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喷到花苞上特别大的量 看一下花苞都烧黑了 叶片也烧得干枯发黑 这是我婆婆给我浇的花 好心办坏事也不能说啥 看一下这个叶片还带着这个硫酸亚铁的痕迹 硫酸亚铁它就是一种微量元素 在土壤中需求的量很少 只不过快速生长的时候它里面会缺少这个铁元素 而造成这个叶片叶绿素的缺失 造成这个缺铁性的黄叶发生 如果是黄叶太多或者时间太长了 就容易出现浆苗不长的现象 所以每个月要用硫酸亚铁来给它调节 但是这个量千万不要太多 1比1000以及1500以上的比例 用多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